被直播了解 等开始的时候说一下 好 好开始 OK 我们开始直播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上一条 已经开始了 耶 欢迎大家 尽管这里看不到其他人 就在我们的注目上 看不到其他人 对 但是我们心中一直有大家 是的 那 首先就是 这是我们第一次 就是 丁楠是我 真的是 在XS里面 很久很久的一个 很好的朋友 虽然我们彼此 那个很少 好像公开 像今天是我们第一次 从同窗 一起构图出现 我们从地下情变到公开了 到关键了 对对对 终于可以公开了 对 然后 先介绍一下 我跟丁楠之间 我觉得跟她的情谊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 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的时间空间 其实交集很少 甚至是 很久没碰面 但是能量上的 那个交融 是一直都存在 所以每一次 让我们碰面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的 很多火花 很多很多东西 被激荡出来 这是我觉得 自己很幸福的地方 真的超开心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好朋友 意识上好朋友 然后是一种共同状态 然后这也是我最近觉得 这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感动 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真的认识她 是 很多的 所以我就看到 因为她分享那个文章内容 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看到就觉得 哇 很多很多能量 就散发出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邀请丁楠来 跟大家分享这份荣耀 跟开心的感觉 跟能量 所以就来 是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你参与这个课程的过程 还有 好的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对 谢谢美联的邀请 我其实在迪拜已经有两年 就是在迪拜有生活了两年多 不知不觉 其实这个适合你的声音 这次是我久违的第一次 隔了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来重新参加现场的课程 而且不是我 不是我作为学生 所以我很多的这个体验 是非常感慨的 百感交集 然后觉得哇 好多的engagement 就是很多的教会 我们那个课堂 是有五湖四海的朋友 有有从澳洲来的朋友 他正好在中东旅行 然后他找到在迪拜的课程 他从阿拉伯来 好特别 然后也有一对阿拉伯的姐妹 然后他们也是做艺术 做跟疗语有关的工作 来到迪拜参加 然后也有就是阿拉伯语的朋友 他们从沙特阿拉伯 就是从或者从附近 迪拜以外的省过来 所以这一次 然后亚索 他正好也是整个一个中东的旅行 正好在这个时候 有其他的课程 我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印度的主办方 所以是非常无畏杂陈的那种 所以我参加这个现场的 适合你的声音非常不一样 这次体验就是 哇因为现场课程那个是 他本来就是一个声音课 虽然不仅仅是说关于我们的 你不一定要唱歌 首先参加这堂课 你不是一定要唱歌 经过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那我已经我已经没有什么身份感了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大的一次收获 然后 呃 就是现场的这种跟声音有关的这种振动频率 我觉得不知不觉是解锁很多存在的和身体的 那个改变 然后 再次感慨一下 就是真的觉得现场的课程很棒 哇 就是可能大家因为那个疫情好像很久就是你没有真的看到现场的人 然后可以拥抱然后可以问候 然后可以呃在一起有这种身体层面的这种变换和共振都是非常非常加大了那种改变的效应的我觉得是确实是 所以我看的就是access里面很多呃专题课不一样每个都很特别 但是适合你的声音是时隔两年之后我重新去参加之前参加了两次chris的适合你的声音 然后2019年的那个适合声音的导师其实我参加了 但是我呃没有去现场参加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办中国的cop你还记得吗 哦 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在深圳有没有对是深圳那一次啊 广州 广州呀 然后我们还还有找不到餐厅那种时候 对对对对对 那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呃 嗯所以隔了两年重新去看适合你声音他的特别之处就是好像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不仅是头脑吸收不仅是意识在吸收 而且是你的存在的那个成为的速度转化的非常快 嗯那个是快到超乎我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开始选择这堂课我就在开课前一天晚上我跟大家一样也是超级爱拖延的类人组就不到最后一分钟我可能都 哈哈哎我都不一定真的觉得啊这个跟我有关系吗然后说我也可以不上啊不是吗嗯都是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开始直接面对能量的 然后因为素本来要来 然后他要来开X man的课程我是报了现场课的是然后他在出发前一天就是在机场有些事出来他是那个阳性 positive的那个covid他就来不了现场就给我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我就可以去参加适合你的声音的现场 哇就是宇宙万安排好好的也是所以呃这一次适合你声音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宇宙的贡献真的无处不在如果如果我们愿意去请求 和接收是我我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课程可能感觉不到我在很多地方关闭了自己的接收停止了自己的接收或者我已经没有再去请求我还可以去接收什么就是我好像在一个冰冻的状态有一段时间但是这是一到现场课然后压搜他的引导嗯这里值得专门说一下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我可以很客观我之前也没有认识他参加他的课程 首先他是呃很年轻很有活力然后也很美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出来的他的能量可是他的引导呃真的让我非常的惊喜说实话非常的惊喜就是他在从第一天上午就是对不同的同学包括对我的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和观点 他的那种提问的引导方式是非常毫无保留的就是把你贡献他是你可以感觉他是毫无保留的在把你贡献到你能够去看见的更伟大的那个空间更伟大的 他会一直不断的负能给你让你完全完全你看到你在内心原本隐藏那些光芒的东西是他非常对他非常慷慨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是极大程度的接收到了他的那个慷慨的那种负能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平常导师的身份我觉得好长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不是被提问的那个人了但是这次我就很过瘾的让自己充分的被提问然后觉得哇哇哇哇很很炸裂怎样可以更好那种感觉 我 очень喜欢是他在讲的时候是真的给你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空间当中然后让你然后赋能给你让你去看到你自己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你愿意把他拉出来吗你愿意让他展现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呃我就是呃之前是在北历史跟他一起公开那个再面摄影诚課所以在那一堂课里面呃我觉得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 就是他我们两个的那个表现 当然是一动一进 因为第一个是我是用全英文 去引导那一堂课程 还是比较动很安静 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 因为第一个就突然间 就是全英文上场的时候 就自己就变得很安静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把自己 处在一个非常临在的状态 然后呢我觉得他给我 就是我们两个是一动一进一进 然后我们两个看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一直都是一直给学有很多的东西 对所以在那次引导 我就更看到他所谓的引导的功力 是真的是很强大 然后他的那肢体语言 因为加上他以前是一个歌手 所以他很多东西的在那个展现上 或是在舞台上的一些东西 其实他都自己都已经摸索过 然后他又加入SS的这些工具 让他把以往那些表演的东西 或者那些所谓那些元素 去展现出来 然后用一种是可能是有效的 或者对大家讲是明白的 清楚的那个状态出现 那我也记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很棒很棒的一个特质 对 是的 而且他很好玩 他很有幽默感 他很有幽默感能够 让我们是笑着笑着笑着 就是把很多可以被评判的东西 直接不用评判了 直接我们去看到 我原来可以让这个更好玩的 原来有更棒的可能性的 他有这种非常智慧的引导 而且他的反应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他没有 我真的是这点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 就是整个三天 其实适合你的声音的课程 我觉得非常考验导师的那个能力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作为本身 他是很专业的一个声音的老师 他自己的那个声音 他的喉咙的那个能量 其实非常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他在成为的那种敞开和接收 还有他可以很自然的 用他自己在成为的各种能量 向我们展现什么 其实是可能的是更好玩的 他是可以很轻松的做到的 这个在其实在不同的导师身上是 我觉得很难得 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是我为什么当初看到 我当初邀请他来台湾 开三天设计人 我觉得因为他的那个body 他的那个所有展现出来 那个东西是跟我们东方 还有很多的东西 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非常不一样 甚至带来那些狂野啊 奔放的东西加进来 然后再整个会点燃跟爆发 真是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东西 这是一个 所以那时候邀请他来上课一个原因 加上是我他来的第一个 我就觉得我真真 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在 我在2016年就参加过 Brival for you 在日本 然后说参加的时候 我那时候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坎坎的桃 而且可以在公开场合社交媒体上讲 我之前是连讲话都没办法讲那种 就是真的是趋于自闭的那种 然后我们是拿到麦克风 就是拿到就一直抖 一直抖一直抖 抖到那种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停止 然后大家都看到我在手在抖那种 跟现在可以 我觉得是因为那一堂课 让我真的觉得 我是可以的 不管我讲 即使我在舞台上跌倒 我也还 就是我啊 所以他让我看到所有的我就是我 然后博音会害怕说我硬要推某一个我出来才是那个我 所以我觉得他某一个方面他也让我去包容我自己 然后开始去感恩我自己跟对自己不设防那份对自己亲密的感觉是在那个部分出现 而且我以前超级评判自己身 我就好喜欢那种低男的 那种很开心 然后很呃 甚至是就觉得我去这就是女生的声音 应该是这样 然后觉得那种声音是很可爱 然后很轻柔的 所以对我这种 真的吗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声音比如说我很中系的很低沉这种声音 我是很评判的 是 就我很不喜欢讲的时候原因很多的时候不想开口 是因为觉得自己讲话声音没有魅力 我们俩太有意思了 我就是在X-Man的课程我还有问素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完全相反 因为可能我们真的自己看待自己跟别人看待我们方式如此 我还跟素问这个问题说 我说我一直评判我自己阳性能量太强了 我觉得我不够feminine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也做不到 像真正那个啊就是很会撒娇很乖 我好像做不到 然后就是成全做不到的感觉 就是成全做不到 自己那个能量还是很直很刚的比较多 然后我在想 然后素给了我一个很很棒的信息 他就说这个其实阳性能量 阴性能量也只不过是一个异造而已 就是一个invention 然后突然我就觉得 包括在适合你的身上就很多 这个三天的课程有个很厉害的地方 让我真的很快速的感觉到原来能量 我们真的不能定义 是我们只能成为一种能量 我们一定要成为某种能量 或者你刚刚讲的就比如说很多人 他那个我们说社交恐惧症 对舞台的恐惧 对表达自己的恐惧 其实我也还是有 还是有很多 因为我们熟悉 所以在你这边我是比较放得开的 但是很多时候面对到陌生的环境 我也完全不是我自己 完全不是 然后后来会觉得垂胸顿足 就是我怎么会完全不在做我自己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能量就是 真的没有完美那么一说的 而是它是一个舞台 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是想象成是一个舞台 是我们自己站在我们自己人生 那个舞台的中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被看见 就是我把别人轰托到这个舞台的中心就好了 或者我欣赏这个人 他是这个舞台的中心 但适合你的声音这堂课 它打破了很多东西 就是比如说有谁更厉害 有谁更重要 有谁不重要 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实相中的那个center 那个中心的话 哇哦 那么就会在这个空间里去找到原来我真的有一个我自己独特的声音 是跟谁都不一样 但是也没有说有比较或者是评判 或者像你刚刚有一句话很启发我 你说我有我有个同感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准备好才站出来 其实我们只要站出来 这就是一个创造 就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就因为完美它是一种评判 完美它是一种设想 是一种永远不会被实现的东西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刻选择 啊不管了 管它呢 反正我就说吧 我就唱吧 我就表达吧 OK我就站在那里吧 就那一刻你什么别的完美都放掉了 你出现在那里了 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礼物 嗯真的 嗯那因为我们两个都参加过 这堂课然后也都已经参与过 就压手这个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份很特别的贡献 跟礼物来到台湾 就是就在我们呃 我们呃台北的时间是8月20到22号 22号总共三天的时间 那我们会在呃台北的仁爱录一个 一个呃Y17的青少女娱乐中心 就是会有一个地方是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的 一个现场课程 好想飞过去哦 真的 就觉得很棒就是你会一而再再再而三的想要参加的一个课程 是因为在每一堂课来的参与的学员就像讲 哇你这次参加是五就是五湖四海来的各方面 而且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来一起的 那如果我们在台湾去来到的其实每一个人都独特的 那在这每一个人带着不同元素来到这堂课去打开 那你又可以增添在你的生命中那一种东西会是什么 也很非常非常不一样 也就是我想跟台湾的同学就是分享一下我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些地方 就是首先声音的课适合你的声音课 现在三天的课确实已经不能线上参加 所以能现场参加 然后呃就是亚索过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然后另外就刚刚美年提到 其实亚索他自己他的呃文化背景就是很多元的 所以他就是跟传统的 我们可能看到呃一般的外国老师还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其实很大 很强大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有很多血种跟血液 是的他父亲是南南非人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他他自己的他自己又是一个呃外交官的孙女 所以他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冒险 然后对各种文化都很有包容度很感兴趣的人 所以我我相信就是这一次就是他来台湾 跟大家的这个碰撞 其实会碰撞出来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一堂课适合你的声音 就是到明年我应该也会去成为适合你的声音的导师 然后耶这样好棒的 是真的 呃这一次看到你变这个老师 耶我自己有一个很很确定的一种热情 就是说声音课我也一定会开下去 我之前有一堂课叫做不再隐藏你 然后那堂课我们开两个小时之后 几乎很多同学都说好像这个课没有开完 好像就是没有过够瘾的感觉 我知道就是那个声音 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一定要出来 就是你已经藏不住他了 所以我在亚洲文化里面看到就是我们不习惯 让自己真的是站在一个中心去闪耀 我们好像觉得如果我站的中心是错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机会就是亚扫来到台湾去一个 他自己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成为跟呈现 然后能够带领大家就是 呃给自己一个玩和探索和去冒险的机会 就当玩一样去看看哎你会去打开一些什么呢 可能是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竟然有力量 可以去做到的一些更伟大的创造 是这个真的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就听到这个是一个真的很棒的消息 对于就是你可以成为这个老师来讲 因为呃如果我觉得如果有在追踪你会关注你的时候 会知道说我很喜有很爱你在那个跳舞的那个 临在那个当下那展现出来那一种东西 让人家觉得哇哦真的是会发出那种哇哦的声音 谢谢所以我很期待你会你可以 你也可以成为这个专题老师对谢谢 所以你好像也有一个三小对对有一个三小时 online的课程是有兴趣的 也是可以来先去从这里参与就是如果就是比较那个 害羞想要去迈出第一步的可以也可以考虑 你先来参加我的线上然后你再去现场三天 再去真正锻炼一下 yeah but anyway 就是不同的选择 然后对其实我真的觉得选择的那个创造让 这次让我感触很大 就这次我是完全没有用头脑去思考 就是跟随能量选择的时候 是哇这个太酷了 so so还有什么新的可能性 是的还有什么 其实是呃可能性的那种邀请 意识的邀请 那我我作为就是呃 亚首在台湾的主办方就是我们有两场课程 我真的很诚挚的邀请你们就是 两两场甚至我们有可能我们会蹦出另外一场 叫做意识骑士意识马儿 那有兴趣麻烦你私讯我好不好 因为这一场是真的 我们可以跑去一个马场跟马玩的 对那因为我们也还在在洽询一些场地的部分 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就是临时觉得好像可以带来一个贡献 所以作为呃他的主办方 我会希望真的你们就是不管是 丁岚现在参加三天的Rival is for you 还是我跟亚首一起开了三天身体程序课 我觉得就是承受邀请你们来参加 然后台湾学员又有八折架 然后另外的话Rival is for you 没有任何前提条件 你连Bars都不需要学过 所以你就是来体验一下 感受一下他那一股能量吧 就是接受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所以这三天可能 对这三天可能就会是一个 在你人生中很经典跟很值得 像以我来讲我对于我那第一场的Rival 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到现在一直深深的影响我真的 我们真的会对自己的第一次的那个 适合你的声音是印象很深刻 因为你完全对你完全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翻转 跟你到底怎么走出来 那个你一直以为的 那个包装里面的你而已 你就跳出来的时候 你就哇哦原来我的舞台 不是在现在这个我 我的舞台在另外一边 而且是你还有一个一个 接着一个一个的舞台 不是只有单一个 这是一个无法定义的能量变化 很特别 对是的 经常被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我要怎么样去成为 怎么样才叫去成为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是对于成为感兴趣的话 我非常推荐适合你的声音 还有还有美联的另外一个你说的 就是跟马儿的这个课程意识其事 这两个我觉得跟身体有关的这种直接的改变 大家就会非常快自己就会领会到 我在成为什么我可以去成为什么 还可以去成为什么 是非常具体的 就是一种灵灵灾在每一个当下那个力量 然后就是你自己 嗯 而且太棒了 对哦 而且可能适合你 他还有很多很实用的层面 就是大家如果是呃 你不一定真的是要做艺术 就是可以任何领域 比如说你的工作领域 你的呃商业金钱的领域 你的人际关系领域 哪怕你是家庭主妇就是你跟孩子 就是你面对任何的关系和人和事情的话 适合你的声音的工具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对 他有会有一种质的改变 你突然这样讲的时候 我突然出现两个字 就是你愿不愿意 真的在各个生命中各个领域 或者扮演各种角色里面出色的那一个 成为出色出色的那个那个状态 对啊 这完全不一样的 说实话就是不再隐藏自己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来试 而且这次跟丁楠就是真的是完全 你又是那种又跳脱的一个状态 然后又跳脱了 真的觉得超棒 我太开心了 我跟Yasso说 我这次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没有去请丁楠的感觉 对我没有请丁楠 丁楠真的是 我是觉得看他那个开心的喜悦 是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一份 你关于你自己的荣耀 我觉得也是 对 谢谢 还有我们 我们特别帮的主办方美莲哦 因为你看 我觉得这一点本身就很棒 就我们 我们都是CF 但是我们愿意 就是真的是看见什么是很有贡献的东西 无条件的分享给大家 没有任何的议程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贡献和可能性 是这样一份纯然的邀请 因为我觉得每年在愿意去主办和愿意去成就和贡献 其他的导师 其他都要每年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就同样在Yasso在你的身上都有这种慷慨的精神 是我看见一个我就觉得哇 我的世界又多了更多的希望 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你正在选择成为的 你也是真的 每次在那边我就得到好多好多滋养跟很多的被懂得啊 还有被征许的感觉 我也非常非常感谢丁南 对谢谢你 我没有办法不珍惜你 sorry 你太棒了 谢谢你 我们会期待你的课程 然后对非常非常 然后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常常在碰面 然后给大家更多的分享跟贡献 好也欢迎大家提问 下次要看一下大家有哪些提问 今天没有看到 今天没看到 我们等等在FV上看吧 好谢谢你 谢谢丁南 感谢你抽空 特地来参加这个 我的荣幸 很好玩 谢谢美莲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